就这样 啪 没了 漫威宇宙真的没了 各位 没有错 这集洛基迎来超级爆炸性的发展 真的是等不及来跟各位好好讨论了 大家好 我是超力方 感谢点击这一部影片的你 如果你出来乍到 决定下订阅就可以加入这个邪教 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 做各种必看影视解析快乐去跟上 记得请先点画面右上角 去看前三集的解析 才不会被搞得一头雾水 这集一开头 没有完整的漫威片头标题 只见logo随着画面来到时间轴 而震动被吸走 一开始声音似乎像是这一集后半段 康师傅意大利面的叫声 而这个开头有点像是上一集最后一集的开头 同样也是从时间线内部开始 只是这次时间线堡垒碎裂 时间线也化为无数分支 来到内部 时间小姐终于给Rensler看她的大秘密 这个秘密果然就是让我们看到 Rensler当初其实是好康的伙伴 与她一起赢得多重宇宙战争 创建TVA 接下来两人说了这几句 这段对话就是洛基在第一集时间溜拖的时候 在TVA内部录音机听到的同样一段对话 而接下来好康有什么能与你一起领导 我会非常骄傲 但是仔细注意她的表情似乎有些闪烁 别忘了我们在上一集看到 即使是Victor这样看似人畜无害的小康电体 都会藏不住自我中心的本质 一听到Rensler想成为伙伴就把她踢下船 所以好康在这里说很乐意一同领导 明显也是在说谎 此外Rensler此时还穿着猎人服 她的编号是A23 Avengers 复仇者联盟 第23集也就是Rensler在漫画中出登场的集数 在打开传送门之后 康果然叫Rensler先回去 她晚点会跟上 接下来就请分钟小姐执行 42号命令 下面共和国的复制人士兵屠杀全宇宙的绝地武士 不对是要分钟小姐抹除所有人的记忆 之前也有提到在TVA工作的人什么也不记得 这也是我们第三次提到 42在各种科幻作品中是非常重要的数字 不仅是X的三次方加Y的三次方加Z的三次方等于K这个算式中 在K是100的情况之下 最后才被解出来的数字 而42也是银河变车指南中 超级电脑所给出的宇宙与人生的终极答案 42 而在蜘蛛人新宇宙电影中 42就是Miles穿的球衣号码 也是另外一个Miles的宇宙编号 唯独老欧记得一切 那就更能确定他跟好康有某种特殊关系了 Rensler在看了那段记忆之后 瞬间明白一切 更加痛恨好康 他其实是替好康领军的最大功臣 而在战胜其他康之后 也是负责维护创建TVA的人 而好康则自己坐在时间箭头发呆 Rensler在看到真相之后 决定联手时间小姐自行成为TVA领袖 接下来Victor终于来到TVA 一转身就看到好康的毕掉 接下来再来到第一集 洛基与Mobius对话的三木壁画前 看着诸多康互达的多重宇宙描绘 其中一个很有可能就是他自己 接下来洛基和Mobius出现 不过Victor没那么容易被说服 I'm from Chicago Friend The Shadiocracy Capital of the World I don't trust anyone 就我所知没有Shadiocracy这个字 也没有人这样形容芝加哥 但这也不算是无中生有 有些人可能会知道芝加哥跟新竹一样 被称为封城 这其中的原因除了风很大之外 还有些人认为是因为这座城市在发展期间的很多政客都很会碰风 总之Victor知道在场每一个人都想要从他身上得到一点什么 The effervescent clock lady monster thing wants me 没有错他真的是很炫耀你 不过在Victor发现时间引力的问题之后 他终于同意跟上 来到控制中心 我们看到监控荧幕上的时间分支在被将军删除之后 仍然全部长回来了 眼前一片满江红 长官奉劝B15说服被关押的将军加入他们 而不是直接处决掉他 画面来到老欧和Casey身上 可以看到电脑荧幕上显示着引力的正面图 Victor看到老欧 就如同看到偶像的小谜底 结果老欧反倒是说他才是靠着Victor天才一般的笔记 才能写出这样的指导手册 所以这就有趣了 机生弹诞生机的问题 究竟谁才是写出这本书的人 洛基也想知道 因为漫威的时间是一个不断循环的人 答案应该是两者皆是 所以说这里完全不用考虑到祖父悖论的问题了 两人写这本书并没有所谓的先后顺序 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发生 所以虽然Victor是收到TVA手册才做出这些发明 同样的根据他写下来的东西 老欧也才能写出这本手册 不懂也要说懂 更有趣的是 这也可能解释为什么老欧是整个TVA之中 唯一没被抹除记忆的人 这就代表Victor Timely这个人一直都在 更是一个验证他很有可能确实是好康本人的证据 而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变体 老欧这边说 就跟他本名Ouroboros有关 当然也就是来自古希腊咸尾蛇的概念 一样之前也说到烂了 Sylvie打断两人激情 老欧赶忙拿出他制作的模型 对他们快死了 但他还有时间做模型 看来老欧是个战锤玩家 开始解释计划还可以看到引力的模型上 不过这是Victor拿出他上一集从工作室带来的发明 19世纪的科技怎么能无缝接轨OB的发明 表示这就可以让增幅器维持运作 Victor与老欧联手 准备开始工作 但Sylvie明显看起来不太安心 毕竟让Victor接触到更多TVA科技 就等于是让他往好康的路更进一步 不过Mobius倒是准备放下了 提议吃个派慢慢等 别忘了我们之前有看到海报说 一个礼拜只能吃一块派 Mobius又打破规则了 真的是不怪 结果呢他这一派轻松的态度完全惹恼Sylvie 进而否定Mobius整个活着的意义 You found out you're a variant And you haven't even looked, have you? Ouch,真的有够残忍 当然Mobius并不是真的不在乎 我们在第二集有看到他也暴揍X-5一顿 他是不忍先去在乎 担心只要一看到时间线上的自己该有的命运 就会再也无法承受 不过我们要在预告中看到洛基来到一个水上摩托车卖场的画面 那就是Mobius以往的人生 不过人生也就是这样 我们总是有太多不敢面对的事了 我也不例外 全新纪录机已经来到第四集 我都忘记每周爆肝做影片滋味了 这阵子其实我自己就像是被时间溜透的洛基一样被撕裂 连打扫家里心情都没有了 更不用说时间 那不就还好 这个月我收到一台 Robot Rock扫地机器人S8 Pro Ultra 现在我成为一个时间管理大师了 有没有发现这一代的上班族好不容易熬到周末 其实这个时间也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难得能睡到自然醒花个手机 接下来就是要处理那些累积一整周的家世 洗衣服丢垃圾 以及我最讨厌的扫脱地 现在我每次追剧认真吃饼干 不是是认真做笔记 都再也不用担心有没有掉满地 全部往地上一倒 通通交给Robot Rock石头扫地机器人S8 Pro Ultra 收拾就没事了 能把周末真正留给自己想做的事 当然这些扫地机器人也已经接连推出好几代 现在还在那边Pro 又不是智慧型手机 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这次有机会实际试用之后我才终于明白 这已经不是十年前你爸妈买的那种 会把墙壁撞一个坑一个洞的笨蛋 原来这才是所谓真全自动扫脱嘛 Robot Rock石头扫地机器人S8 Pro Ultra 有十合一全自动清洁座 不只是用来充电而已 连扫地机本身清洗竟然都可以完全放手 里面头发和灰尘湿丝的托布 都完全不用我们伸手去碰 这台会自动帮你集成 两个月都不用倒垃圾 自动回洗托布 自动清洗清洁座 自动补水 45度C双热风烘干托布 自动添加清洁液 充电速度也加快30% 搭配断点续扫功能 频数再大也不用担心 石头扫地机器人S8 Pro Ultra 还有好几个市面上独家的专属功能 这期业界独家双升降主刷 清洁更深层 避免二次污染 加上高精度视觉 加3D结构光物品识别 不光可以避障 还可以识别四十种物体 真的太强大了 包含每分钟3000次的双升波震动托地 吸力再提升至业界最强的6000PA 以及可以选择纯拖地的静音模式 我即使在录影片的时候 也不用担心会有噪音 S8 Pro Ultra甚至还能透过 超音波自动侦测家里地毯 自动进入深层清洁模式 自动抬身拖布加强吸力 原本如果已经在拖地的话 也会自动抬身拖布 不担心会弄失家中地毯 以前最令我烦躁的拖地 现在就只剩每几周换水一次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连换水都觉得麻烦 可以加装自动上下水 让你真的彻彻底底完全解放双手 先动的话一定要把握 双十一光棍节超杀现实优惠 S8 Pro Ultra现省一万 只要29888 还可以抽iPhone15或RemoWi行李箱 限量200台 指定同路11月1号 午夜正式开抢 现在就到我影片资讯栏 点进Robot Rock官方连结 人人也都能成为时间管理大师 来到监禁室 B15请求将军帮助 说只要他们愿意帮忙保护TVA 就能把他们在时间线上原本的人生还给他们 X5还像当初还是猎人的时候 双手抓在领子上 我们也看到将军的椅子 就在洛基前几集用时间方块压扁的小凳子上 画面来到派派餐厅 洛基身后有一个海报写着 带上你的杯子 如果你忘记了 下次记得 但既然康这么常抹出TVA员工记忆 他们下次恐怕也不会记得 这时洛基对Sylvie好言相劝 说Mobius就只是跟其他所有人一样 见招拆招在黑暗中摸索 这时洛基回顾起索尔在雷神索尔的故事 说当初他从地球回来变得谦卑 洛基当初以为这是软弱的迹象 但是他现在明白了 硬碰硬在大部分的时候都不是最佳解 这句不仅呼应到洛基第二集说的那句 同时也再次展现洛基角色 从第一季的成长有多么显著 当初洛基就是执意证明 自己的某种存在价值才会犯下诸多罪行 结果反倒成为故事的反派 成为一个在他人眼中是陪衬英雄的存在 然而他来到TVA之后 见证自己在宇宙之中的渺小 真正面对死亡的可能性 以及自由意志的徒劳之后 他反倒终于受到解放 认知在既定的剧本中 反而才能凿出自己的意义 而这里反倒是他原先羡慕 无拘无束追求自我的Sylvie 在寻找自由的过程中 造成了更多痛苦 却仍放不下执念 认为无条件的自由 远胜于混乱的代价 最后洛基直接阐明 现在落在他们身上的重责大人 Sylvie又反驳 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在扮演上帝 对此洛基淡淡地回答 这句话语中带的是无奈的任命 以及沉重的决心 完美对比洛基最初的傲气 那时洛基认为恐惧和权力就是最大的武器 打中脸充胖子耀武扬威 滥用自己在反人眼中的神性 到后来对于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幻灭 现在才终于认知到 无论是因为天命或者是他自己的所作所为 生而为神 这是他身份的一部分 至于这样的神性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就完全取决于他们要如何使用了 又回到囚禁室 这时轮到Renslayer和分钟小姐突然打开传送门线灵 先诱导再用压缩机威胁这群被逮捕的猎人加入他们阵容 夺回TVA 不过只有X5愿意 其他人则是坚决抵制 分钟小姐二话不说 启动方块直接把其他人压成肉泥 看他那脸上带着兴奋至极的表情 真的是有够恐怖 没过多久B15回到牢房 看到这骇人景象马上拿起10件平板 没想到已经被分钟小姐侵入完全无法运作 这也明显在致敬侏罗基公园中类似桥段 最恐怖的是 我们还可以持续听到血液滴落网格地板的声响 而剪辑师还非常恶意地致敬许多血型桥段最爱的剪辑方式 街道正在从饮料机中滴落的热可可 这算是我美剧中最喜欢的小地狱梗 像权力游戏绝命毒石也都有 这边我们稍微倒带一下 刚刚Victor看到Mobius正在喝的热可可 就对这个神奇的热可可机器感到极大兴趣 于是猎人就带着Victor去喝热可可 当然就完全没有好下场 猎人突然被X5删除 Victor也被带到战情室面对两个恐怖情人 此时来到老欧身上 他抱怨Mobius的档案全部毁损 不过两个人已经有几百年没见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Mobius在前几集的数十个小时内 还无聊到去下载游戏吗 洛基和Sovie奔波寻找Victor来到电梯 但洛基还来不及走进去 电梯门就直接关上 自己只好跑到楼上 与此同时我们就看到第一集的画面 当初还在保秀时间流脱所苦的洛基走到电梯前 因为坐响的电话而愣住 此时现在时间轴的洛基也来到现场 看到此景终于明白自己得做什么 咬紧牙根删除了另外一个自己 啊果真是一个轮回 又是一个机身弹诞生机的情况 洛基因为未来的自己把自己删除 才能脱离时间流脱的窘境 却也因为自己在过去被删除 才能在未来的这个时刻删除自己 我知道听起来很复杂 我自己也差点讲到大姐 而神秘的电话响铃 只不过是老欧打来的 说他一旦重启系统 虽然能消除分钟小姐 却有一个代价 不让魔法再度能够在TVA里使用 不用怀疑两人激动大喊 两个来自阿斯加的神终于被解放了 你可能在想 那为什么不去拿无限宝石 啊这就问对问题了 时间宝石在TVA无法运作 不是因为限制魔法 而是因为他们一旦脱离了所属的宇宙 就会失去效用 况且TVA是一个存在于 时间和空间之外的地方 只见分钟小姐 如同众多电影里系统出错的AI 一个字重复好几次 不懂电脑的Victor 还以为分钟小姐在嘲笑她的狗急 最后我们看到她回到原始简陋的时钟形态 在彻底消失前 竭尽所能丢下一句杀人主行的话 话是这么说 但是Victor不像留存者 对于多数人来说都是好事吧 与此同时 来到外头的X5 也被Sylvie如同上一季 对另外一个猎人那样心灵控制 只见她回到战情室 分散Rensler注意力 再直接把她删除 洛基和Sylvie则是趁机把Victor带走 看来跟上一集一样 Victor仍然以为洛基是个巫师 现在Victor的时间灵光终于打开访暴门 唯一剩下的问题是 谁愿意走入充满时间辐射的外空间 原本是洛基自愿 但Victor又突然说 他最理解装置只能由他去 不过有鉴于各个康变体 只顾自身的个性 为什么这里Victor会突然是有声取义 也许他是想要用自己设置的装置 来给自己时间超能力 或者是重写时间线剧本 来成为最重要的康 又或者他只是被分钟小姐刺激到 这次终于想做对的事 无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马上就不再重要了 只见他英勇地踏出门就 啊对哦 然后在第一集就有说 如果在时间辐射下待太久 就会像被吸入黑洞那样化为一打里面 因为现在时间辐射的强度已经大幅提高 所以Victor不管多快也都没有用 而控制中心门外的地板也写着警告说 一旦经过这扇门 被意大利面化的几率就会提高7000% 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下场是什么样子了 仔细看还可以看到他在被变成面条的过程中露出骨头 再加上压缩机 这集真的是充满惨不忍睹的画面 不过注意看的话 还可以发现他死后身体飘出一股蓝光 可能就是他的时间灵气 这种细面死法 也让联想到当初Wanda对付金奇先生的手感粗面方式 麻烦你 鱼丸粗面 木游粗面 以及更重要的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热中巨大蚁人被消灭的方式 因为当时他是太过于靠近坏康故障的时间引擎 所以可能是因为时间辐射才变成意大利面 现在万念俱灰 洛基全人只能眼睁睁看着时间引力崩垮 这里从一个角色移到另外一个角色的手持运镜 不没让想起当初萨诺斯弹指之后的场面 最后时间引力就这样发出刺眼爆炸 所有的时间线就这样纠缠碰撞 啊 可怜的洛基终究还是故事中的反派 尽管再怎么努力还是免不了让宇宙受苦 没有时间引力的约束 会不会更容易发生奇异博士二之中所说的宇宙冲撞 又或者会不会在世之后我们所熟知的漫威宇宙将不复存在 现在这点画面上连接看更多影机解析 也可以看一下我个人觉得更精彩的黑袍约察队外转V世代 我是超力防 我们下部影片见 我们下部影片见